這什麼東西只要一聯名啊 錢都直接噴噴出去 我自己超愛小小病 我花了三萬多塊台幣買小小病的東西 公寓上其實是必先怎麼樣你知道嗎 蠟筆小心 沒有要預先的事情 它竟然是兩面欸 好可愛喔 你看這邊還有一個療癒 這個療癒的蠟筆小心在現在流行帶什麼你知道嗎 帶什麼 帶快篩四季 好不好我跟你講現在 我們有準備的 可以欸 基本上最早選領 beat 適憶 大家好 我是小癟女孩姿姿 讓我們歡迎麟黛 哈囉大家好我是玟黛 今天周五就跟著我們一起High five吧 High five 欸我們要接下來整個空拍 要保持社交集 好今天要聊的啊就是什麼東西只要一聯名啊 錢都直接噴噴出去 真的 現在有沒有曾經就是為了 就是什麼聯名的卡通啊 做了什麼瘋狂的事情 我自己超愛小小兵 然後那時候我去日本的環球影城 我花了三萬多塊台幣 來小小兵的東西 那我之前是曾經為了 就是要集那個聯名商品 我把電話號碼給陌生男生耶 我覺得因為我真的是找不到 啊對方帥嗎 對方 對方不帥啊 今天呢就是要來聊 蠟筆小薰跟藥妝店的開箱 你不覺得藥妝店真的很好擠東西嗎 很好 對啊是不是要剛好擠八點 擠八點 欸真的可以可以可以開這種玩笑 好那我們今天就一起來開箱 這個蠟筆小新的商品吧 可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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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深包 欸我這樣做完感覺 等一下會被觀眾打開 對啊你是幼太姐姐嗎 其實你不是覺得像這種水深包女生 就是跟少一件衣服是一樣的道理 永遠都少一個包包 沒錯 對然後所以上次這個包包 最可愛的設計其實是在他這個 拉鍊這個地方 欸他拉我的是星星年是什麼 我的是一個時鐘 我要真的要在場奉勸各位男生們 我們不追求大而華不許 我們追求小而巧 你看喔像除了戴口紅 還有戴什麼衛生棉 對衛生棉 現在流行戴什麼你知道嗎 戴什麼 戴快篩四季 好不好我跟妳講現在 哇欸 欸我們有準備的 可以欸 現在就是見到人的時候 我們不要先打招呼來 請先用 請先打 請先打 對因為這個現在非常重要啦 對不對 自己在家裡就可以快篩了 對啊 啊我們重點不是介紹這個 介紹 是要介紹這個 而且其實說真的 他除了蠟筆小精之外 其實你那一款是小葵的也非常 欸我小葵超可愛 他在睡覺 還在睡覺 因為這一次的系列其實是慵懶系列 對因為其實有時候我們女生會有一些小小的東西 像什麼蜜粉啊口紅 我覺得衛生棉是最好的 對女生就不會害羞對不對 有女生比較害怕這樣 但是後面可以直接看得到 太透明了 透明的透明的 但還是可愛啦 好那我們現在講完小的就來看一下 大的 好炫好炫好炫 好炫植母袋 你看這個是不是超級可愛 我們先請鈴蛋來拿 我來拿看看 欸我覺得他非常可愛的原因是因為他是 反射雷射光 對然後他還送你一個非常可愛的 小白小白小新的好朋友 小白小白 因為上次其實這一個啊 它是今年最流行的那種透明器 就是那種透明反光袋 那你如果覺得比較害羞一點也沒關係 因為其實它上面還是有小新的字樣在上面 所以是不是真的蠻特別的 對而且很有質感 裡面還有一個蠟筆小新的內袋 這個是什麼 就是它裡面附贈的 它裡面本來就有附贈的那個紙袋喔 喔所以它這個前面是蠟筆小新的突然 然後後面是小葵 小葵又再給我嘴下 就是慵懶睡覺系列 對 它很輕然後又非常的方便 我跟你說其實我真的覺得像是女明星 這時候如果她們要去高妝店逛街的時候 是不是就很適合戴這個 洗衣洗衣洗衣 小新洗衣袋 你看這個是不是超可愛 它其實除了這個就是最基本 大家都知道的那個洗衣的那個衣服的行動之外 它其實還有這次的那個慵懶系列是不是超Q 就是它是睡衣版本啦 對 所以它就是你可以有一個正常版本跟一個睡衣版本 嗯 然後你在曬衣服的時候你會看起來特別療癒 特別療癒 所以就可以買這個回去去解決你的懶惰病嗎 耶 滾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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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要預先進去 是不是想說欸自己很聰明要接到了 我想說要接到了 不好意思 這是蠟米小新 欸這個蠟米小新的鍋子超可愛 是不是真的超可愛 而且你看你這樣拿起來的時候 假設今天好了 我們大家在家都在幹嘛你知道嗎 煮完飯一定要拍照 你用這個鍋子你不覺得就 超多人會一直add你問嗎 它是有重量的喔 真的是有一點重 因為它真的就是拿來給你燉雞啊 因為現在時間比較長 你就可以拿來燉湯包湯之類的 哇塞很療癒耶 是不是真的可以拿回家 它這個大小我覺得 可能兩到三人份是可以的喔 對 就一家大小這樣可以吃 好啦帶回家孝敬你爸爸 真的我要帶回去煮給爸爸吃 煮給爸爸吃 好那我要提醒你喔 這個鍋子啊 是只能在瓦斯爐上面用 在電廚圖上面是不可以的喔 好喔 好裝好裝好裝 好裝行李箱 黎蛋這個是我覺得 最適合你的禮物了 我覺得非常療癒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呢女明星出去的時候已經幹嘛 我們就是要 你看你身上一套衣服 對 然後是不是又要一套可能是 跳舞的衣服 對 換洗的衣服 鞋子啊 對 一定一堆東西 所以有的沒的 所以這個是不是真的超級適合女明星 超實用 而且重點是我發現它竟然是兩面耶 欸 好可愛喔 你看這邊還有一個療癒 真的療癒的蠟筆小新在這裡 對 蠟筆小新 然後前面是小白 然後它重點是 它有這個可愛的軟軟的耳朵 對 這個地方可以紓壓解氣好不好 對 因為它很可愛 然後軟軟的 軟軟的 或是男朋友惹你生氣啊 然後就問你說你在幹嘛 我在捏氣啊 沒有生氣啊 沒有生氣啊 然後就一直狂捏這樣 好 那其實這個行李箱最可愛的地方 是它裡面的內襯 我們一起打開來看好不好 好啊 來 該不會打開來會有人在裡面 不會 我沒有 死都亂嚇你之類的嗎 來 開箱 哇 欸 好可愛喔 它裡面其實是整個蠟筆小新 給大家看 它除了這個固定的這個繩子之外 它這邊還有一個拉列 我們把它拉開來看一下 喔 它還可以打開來 你看 它連裡面的設計都做得很仔細 它是滿版的耶 對啊 滿滿的蠟筆小新 真的還蠻值得收集的對不對 對 而且它這裡還可以放東西 還有加成 我跟你講 女明星在筆旁頭的時候啊 沒關係 你知道只要背這一個 嗯 直接 閃耀大家 對 你就是帶出去 然後大家就會問你說 天啊 這個也太可愛了吧 要去哪裡買 對 花小錢 享受到的就是 這一個東西 好開好開好開 小新女王傘 你不覺得傘真的是 集點裡面最實用的小物嗎 對 因為你今天不管是 遇到大太陽 或是下雨的時候 都非常的實用 對 遮陽跟下雨 我們來開傘看看 開傘一下 登登 你看它的傘其實除了上面 上面有那個蠟筆小新的圖案 你看這邊又有小葵 小葵又在睡覺了 對 然後除了卡通人物在上面之外 大家看可以看一下 這邊有那個星星 其實這個星星是反光的設計 所以你晚上撐傘 就不會被撞 不會 不是嗎 你說 預防的那種嘛 對 也是 但我本來想說是可以講說 可能現在沒辦法出去 跟男朋友看夜景 對 在家裡面就可以開傘 你說自己在那邊 兩個人 穿 穿 穿 我也太強 好啦 可是現在室內了 開傘的話也是要注意 不然就是 對 因為7月也要到了啦 對 所以有點 有點害怕緊張 不過沒關係 因為其實這把傘真的很可愛的地方 是在於它其實是鳥巢設計的 像就是這種設計 就是跟我們一般那種折疊傘又不太一樣 因為鳥巢設計 它其實會比較 防雨啊 比較可以更遮到對不對 對 防風那類的 所以閃我真的是覺得 幾點的好物裡面啊 最有用最好用的 對 那林黛妳有沒有什麼就是 收集幾點的小技巧呢 欸我會看它有什麼樣的優惠 就像購買醫美的東西 喔對 醫美的保養品 我們在這裡就需要一些保養品 保養品類的 對那如果你可能購買到一定的金額 它可以一次送給你十點 喔那這樣很多欸 對啊這樣超快 其實你這樣子就是買一次 你就可以繼續集了 是不是 喔好聰明 真的大家要記得學起來喔 以上呢就是本週推坑給大家的好物 能夠推坑給大家呢 是我們的榮鏡 我是芸芸 我是鈴鐺鈴鐺 那我們就下週見囉 GIVING BYE